一艘大陸級的商務快艇 越界捕魚 立即展開驅離作業 因為該快艇蛇行巨檢 甚至甩尾 導致快艇翻覆 船上市民人員落海 我們巡邦艇立即展開搜救 陸續救起四個大陸漁民 其中兩個生還 另外兩位 經過緊急送往蜀利金門醫院急救 宣告急救無效死亡 而這艘漁船 它不只是進入了限制海域而已 它是進一步的進入了我們的禁止海域 也就是更核心的地方 而且這艘漁船 對於我方海巡署的人員 還進行這種在海上蛇行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海巡署的同仁依法來行政 那國人應當來支持 尤其這也是漁民所期待的 保護漁民就是國家的責任 過度的政治化 反而模糊了中國快艇 連日違法侵入我海域 這個違法事情 所以我們也呼籲中國方面 不要政治化一個犯罪行為 用政治化來合理犯罪行為 對事件的本身沒有任何的注意 我們也希望中國方面約束中國相關人員 不要老是違反台灣相關法律 違法入侵我國海域 我們都保持跟海巡署跟隊外人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 我們也及時的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情形 事實上我們的海巡署是依法來執行它的任務 那當然這過程中發生這個人命的傷亡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但是海巡署是依法行政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當然支持海巡署 它依法的作為 這個是不用質疑的 問一下說這個大陸漁船14號在金門海域因為越界 然後被我方的海巡人員進行執法 不過過程當中因為漁船反覆 導致兩個船員死亡 然後國台辦就說 這是一個嚴重傷害兩岸同胞感情的惡性事件 想問黨團看吧 有關這件事情 當然首先我們對於在驅逐過程 那發生了不幸的事件 我們也表達遺憾 也希望未來不要有類似的事件在發生 但是就這個事件 我們也向海巡署進行了瞭解 那這些非法捕撈的大陸漁船是越來越多 讓台灣的國家海域裡頭的漁民 其實已經不堪其擾了 他們的非法越界的捕撈 不只是傷害了我們漁民的權益 破壞了台灣的海洋資源 那更可能造成很多安全上的疑慮 像去年有一些事件 在這個驅離過程當中 或者是這些非法捕撈的大陸漁船 對於我方的漁民產生了非常危險性的 這樣子的在海上的危險行為 我們都看到了 所以海巡署基於保障漁民的安全 捍衛我們的重點海域的這個界線 他勢必要依法來行政 依法來作業 所以依據的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32條 針對大陸的傳播 未經許可進入台灣的限制海域 或是禁止海域都必須依法有必要的作為 而這艘漁船 它不只是進入了限制海域而已 它是進一步的進入了我們的禁止海域 也就是更核心的地方 而且這艘漁船 對於我方海巡署的人員 還進行這種在海上蛇行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海巡署的同仁依法來行政 那國人應當來支持 尤其這也是漁民所期待的 保護漁民就是國家的責任 另外呢也跟大家報告 這也是立法院的要求 立法院跨黨派的委員 尤其國民黨的委員 多次在審查預算或法案的過程 都要要求政府 譬如說這個是在審議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就由這個外島的 陳鈺甄委員他領銜的提案 要求針對金門馬祖澎湖等重點海域 國家應當超前部署 彈性這個植物的調度 要提升查棄中國大陸 及外國籍漁船越界的這些情勢 為了要確保我們的海域漁業資源 保護漁民權益 這是國民黨委員的提案 強化對於漁民在重點海域的權益的保障 另外在很多的修法上 也都有跨黨派的委員 也都要求要增加 對於這些非法捕撈的漁民漁船 他的罰環跟查棄的作為 有關中國船隻 連日來都越界侵入我國海域 那海巡署進行藍查追捕的時候呢 又拒捕快速蛇行 想要脫離我幫海巡人員的執法 結果在蛇行脫離的時候呢 導致中國四名船員落海 其中兩名不幸溺斃 那這個事件就是一個執法者 追捕違法者導致的事件 讓證據說話不要過度的政治化 違法在先 拒絕攬檢在後 又快速的蛇行脫離 導致這個不幸的悲劇 那過度的政治化 會讓我國海巡人員執法的信心受影響 過度的政治化 反而模糊了中國快艇 連日違法侵入我海域 這個違法事情 所以我們也呼籲中國方面 不要政治化一個犯罪行為 用政治化來合理犯罪行為 對事件的本身沒有任何的注意 讓台灣的行政調查 司法檢調 就證據錄證據 違法的船隻 多日連續入侵我們海域 那在執法的技巧 執法的比例原則 是否有可以檢討的部分 就讓相關單位進行調查 我們也希望中國方面 約束中國相關人員 不要老是違反台灣相關法律 違法入侵我國海域 面對違法台灣的執法者 理所當然 職責所在 一定要執法 而執法的過程當中 衍生出的不幸事件 就讓證據調查 來看看有沒有需要檢討 或適當的部分 政治性的語言 去評論這一件事件 對執法者不公道 對事件本身也沒有注意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各個領導 包含澎湖相關海域 中國的抽砂船 中國的快艇 中國相關的船隻 常常違法越界 我們也希望我們相關執法單位 要進行嚴查 以免影響我們台灣本身 漁民的權益 以及我們相關海域的安全 香港的紙巽 館 海域